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我们就实现了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实现 包含这个任务处理线程的线程词 Pool 这个线程词我们首先知道 它是存放一个或者是多个任务处理线程的 其次这个线程词 它负责这里面多个线程的起和停 还有就是这个线程词 要管理向这个线程词所提交的任务 并且能够把这些任务加发给线程去执行 那么这一个是这个线程词的基本的功能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实现这个线程词基本的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些基本的属性 接着我们需要实现这个线程词所提到任务的函数 put方法以及batchput方法 接着我们需要实现这个线程起和停的两个方法 star方法以及join方法 最后我们还需要实现这个线程词大小的这个方法 size方法 那么实现这几个函数 或者是相关的内容 我们就把这节课 实现任务处理线程词给完成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词 来到patch my.de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线程词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pool这个文件去实现的 那么在刚才我们在这个pool文件里面呢 实现了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实现这个线程词class 定义为这个fluidpool对吧 那么在下面呢我们需要定义几个方法 首先是这个线程词的起停 star方法 然后呢是停止的方法 转移方法 还有是这个put方法 以及这个batch put方法 批量添加的方法 还有啥呢 还有这个size方法 我们这一节课 需要实现这里面线程词的这几个方法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构造方法 这几个方法是我们这节课需要去实现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构造方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线程词的一些容量 size 默认是0 然后呢 如果 这个size 为0的话 或者是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默认的给它建立这个线程词的数量 size 等于 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要求 就是说你定义的线程词呢 一般为这个 CPU的这个核数的两倍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使用这个 PSU2 点这个 CPU count 可以获得这个 CPU的核数 两倍 两倍 那么这个 这个PSU2呢 是可以引进来的 如果不能引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PSU2可能需要装一下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是需要获取这个CPU count的两倍 CPU count 这一个是这个约定俗成的 我们这里面约定 约定 约程词 的 大小 为 CPU核数的 核 数的 两倍 那么这个呢 也是 这个最佳时间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约程词了 self.pull 等于 freed save queen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实验的这个线程安全对列 这里面我们需要把它引进来 from operate system 点 queen import freedstatequeen 这里面我们把这个size 给传递到这个 对列里面去 好的 接着还有一个需要定义的就是 这个 任务对列 那么任务对列呢 也是这个 线程安全对列 任务对列 这个是 an 线程 池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 init的方法 给基本实现了 接下来 我们需要往这个线程器里面 去构建一些线程 并且 放到这个pull里面去 for i in range 这个size 然后呢 self.pull.put proces proces self.task quing 在这里面呢 我们构建了size 个这个线程 并且呢 把它给放到这个 线程池里面去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面有一个参数 任务对列的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是需要传递到这个 process fluid 任务处理线程里面去的 因为我们在前面实现的时候呢 这个任务处理线程呢 就是不断的 从这个 任务对列里面 取出任务 并且执行 因此呢 在这里面 我们构建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 任务对列 给传递到这个线程里面去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构端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个start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线程池里面的 所有的线程 都启动起来 因此呢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线程都取出来 for i in 这个 inself.pull.size 那么 feed 等于 self.pull.get i feed 点start 那么这一个 我们就可以把 线程池里面 所有的线程 都启动起来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用了这个 pull的get方法 这个get方法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get方法呢 前面我们叫同学们 下来自己实现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get大概的逻辑 首先 加锁 然后呢 把index 这个元素 给取出来 解锁 然后返回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get方法的实现 这里面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个 线程安全 好的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start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个 join函数 那么join函数呢 是这个 停止 线 线程 我们接下来来实现这个 转远方法 那么实现这个停止呢 我们首先 需要 对这个 线程 尺的size 进行一个迭代 然后呢 里面的每一个线程 我们都取出来 给他发送一个信息 fluid.stop 那么这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这个线程呢 有一个标记 就是这个dismiss flag的标记 那么通过这个stop的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通知说这个线程你可以停止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之前我们实现的这个start函数有一个错误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range这个size 那么发送了这个停止的标志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线程词给清空 wireself.pull.size 如果我们当前这个线程词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线程给pop出来 并且等待这个线程真正的停止 这样子呢 才是真正的停止这个线程词 因为停止线程词呢 本质上还是要把这个线程词里面的所有线程都停止了 才是真正的停止这个线程词 因此呢 我们需要对线程词里面的每一个线程都进行停止的操作 好的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线程词停止线程词的操作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现这个put的方法 那么这个put的方法呢 是 网线程词 提交任务的方法 提交任务的方法 因此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参数 item这个参数 那么往这个线程词提交任务呢 本质上是向这个task queen给提下任务 因此呢 我们需要先判断这个item是否为这个基本的我们所定义的任务对象 if not is instance item task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直接raise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呢 也是我们自己所定义的 因此在下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标准的错误 class 这个 task type error eception 在这里面呢 我们raise这个eception 如果不是这个我们已经定义的基本任务对象的话 那么我们就raise一个错误 那么如果是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任务 放到我们的任务对列里面去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网线程词 提交任务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batch 批量提交 也是类似的 这里面有一个item list 我们也是先判断 这个item list 它是否为列表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列表 那么如果是的话 就非常简单了 for item 这个item list 我们把item list 每一个item都取出来 然后调用自己的这个put方法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批量 需要的这个功能 在上面呢 我们也对这个start方法 进行个注释 启动 现成词 好的 最后是这个size方法 那么size方法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直接的 return self.pull 给size 那么因为这个pull呢 它是 现成安全的对列 所以呢在这里面 我们在获取size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次保护这个pull了 因为它已经是这个 现成安全了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现成词 现成词 那么这个现成词呢 里面的现成 都是我们在上一期课 所定义的 任务处理现成 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约定的 现成词的大小 为cpu合数的两倍 以及下面的这些 启动方法 停止方法 往现成词提交任务的方法 批量提交的方法等等 那么这些实现呢 同学们在理解的技术上 也可以自己手动的去尝试 实现这里面的函数 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任务处理 现成词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实现了这个 现成词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后面 实现一些 非常酷炫的操作了 现在我们在后面 我们在后面 看到这个 我们在后面 看到这个